- 全球华语学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我们随便聊聊, 没有专门的特殊的话题 今天我去了一趟弗拉星 去弗拉星办理事情 顺便拍了两个视频 已经传到了网上 有人说弗拉星的那些人 都是很垃圾的人 就是都是混吃混饭吃的人 没有多少文化的人 那里弗拉星是文化沙漠 他们不可能颠覆美国 我们就谈谈弗拉星的普通人 弗拉星的普通中国人 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仅仅是住宿工而已 这类事人会不会颠覆美国 会不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 缘缘性的影响 我想就这个问题 跟朋友们谈谈这个弗拉星 弗拉星这个地方 结局是一个很脏很烂的一个华人驱逐区 弗拉星位于纽约黄后区弗拉星 特别是民事队那一代 那一代是不讲英语 可以办到任何事情 那一代可以不开车 可以办到任何事情 那里的街上的这个食品商品 是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 在美国是最便宜的 这是我知道的 特别是食品 特别是那里的 中国城中国超市 super marketing 是我家是最便宜的 那么这些人会跌入美国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弗拉星历史上是白人居住区 历史上是白人的家园 现在中国人去了 白人都走了 现在的弗拉星是很难看到一个白人 可以说在弗拉星居住的白人 几乎是寥寥无几 那里居住了几十万人 几十万要义灭口 大部分是中国人 韩国人以及其他的人 但是那里的历史面孔里面 几乎都是中国人 那里白人的面孔 为什么几乎没有了 是他们 他们怕中国人 怕中国什么 怕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得又吵又闹 又打又闹 又脏又臭 几乎简单的日子 我在弗拉星住过差不多两年吧 特别是在夏天的小雨天 在弗拉星的 嗯 面接一带 面接中央一带的街道 有一次下小雨 我从小街 那一带走过 就有个什么味道 有个料烧味道 什么料烧味道 是一个料臭的味道 什么意思 大家过名思义 感受一下 为什么下小雨天 会有一股料臭味道 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 离我几十米 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走着走着就在街边 看到没有多少人 街边就来收音下去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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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杀了一大把料 杀了起码差不多两分钟 因为我走前边 他走后边 我别走他又跟着就过来了 过来没有多远 大概几十米远 他又到家了 你既然都到家了 为什么在肩上杀杀杀料呢 为什么不上厕所呢 怎么回答 怎么解释 这就是中国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 就会改变西方 就会改变美国 这类似的习惯太多了 比如在肩上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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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那门都是开到最高的 开到最高的分队 开到最高的分队 怎么回答 那是中国人 那是中国区域 事情可多了 类似的事情是 数不胜数 局不胜局 这就是中国城 为什么叫中国城 中国城实际上 从现在意义上来说 中国城就是 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的事业区 就是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的一个区域 凡是其他堂 不仅是普拉星 包括在 在这个迈哈登的其他堂 以及美国所有其他堂 包括全球其他堂 所有其他堂都是 中国因素第一 那里都可以不讲 其他语言 讲中国话 那里人的生活习惯 几乎都是跟中国一样 甚至比中国还要烂 还要丑陋 因为在美国没有人干涉他们 相互都不干涉 那里就是 切了堂 那里是中国城 既然叫中国城 那里好像就是中国人的家 那里不是西方 就在纽约 那里也是不叫美国 那里叫中国城 叫切了堂 那么在那里的中国人 用中国生活的习惯 白人都纷纷离开 为什么白人要离开 为什么白人不搬到华人区去之路 为什么不跟华人交往 为什么不交流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华人区 所有切了堂都是这个状况 从表面上看是又脏又臭又烂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说 有好奇的西方人 他觉得切了堂还热闹 吃东西还烦动 还很好 他们会说 嗯 没有鬼 他们会说 喜欢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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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堂 他们会在那里吃东西啊 游玩啊 看心血事 没有看 没有看过 没有去过中国的 在那里会看到中国的情况 由于这种生活的方式 会严重影响西方 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城的区域 完全无法生根 那里的中国人不讲中国话 不讲英语 不讲其他国家的语言 讲中国话 那里的生活方式是中国 那里的人的穿着是中国 中国人在那里交朋友 都是中国人 或许那里的中国人一辈子 没有一个西方朋友 一辈子不会讲西方语言 那就是中国城 这种生活习惯 会让人 美国人 没有说出来的恐惧 所以他们纷纷离开 凡事在中国城的西方人 非常非常的少 其他地方的有中国城 还有一些西方人 特别是在纽约的福拿行 这个地方 几乎很难看到西方人 很难看到白人 我知道的 特别是缅甲一代 我知道的 一家白人都没有 那里住了几十万要一边公民人 几乎中国人 几乎中国人 仅仅是去年 中国病毒攻击以前 从曼哈登搬过来两个美国人 他们为什么搬过来呢 他们是教会成员 他们在那里教英语 教什么人的英语 教中国人的英语 因为他们是教会 教会思维 做事情很虔诚 我仅仅知道有两家 两个老师在那家会附近住 他们两个是白人 除此以外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远接的中国城一代 有西方人 有白人 有美国人 当然都叫美国人 但是你说白人几乎就没有 这就是中国城 中国人就是一种温宇 这种温宇就会把西方烂掉 特别是在切了烫的时候 过美国节的时候 圣诞节也好 感恩节也好 西方节 中国人都不过 那里如果说你看到哪家 有白有圣诞树 在街边有装饰 那家一定不是中国人 但是真正调是很少 因为那里没有 那里已经没有西方人 那里看不到这种情况 要到普拉兴的边缘 才能够看到那里 有家庭是有节日装饰 那是西方人 中国人几乎在普拉兴是找不到 哪一家有西方节的生活习惯 那里要过的只有一个节 就是中国年 中国年那里面接一带到处都是 什么灯笼啊 还有什么中国节啊 谁之类的视频卖 这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 那里我们还不说意识形态方面了 意识形态方面 但是全部中国化 全部共产化 那里是共产区 那里不管大事小事 都有中领馆的所谓官员来讲话 来捧场 把他们作为贵宾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型的同乡会活动 大概有几十多人吧 那里有一个中领馆的所谓的官员 那里讲话 我听他的讲话 好像他在中国 没有一点在美国的生活概念和生活因素 以及语言感觉 人都没有 他讲的话完全是共产党的官 官员那一套 完全是讲的官话那一套 完全是生气凝人的中国那一套 所以说我说 普拉星像切尔汤这类似的地区 凡是全世界的切尔汤 都是中国区域 都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中国在西方的势力场 在西方的共产区 我说切尔汤是在 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 渗透西方 跌附西方的一个共产主义区域 一点都不过 为什么 那里的意识形态 全部是中国的 全部是共产党的 他里的人几乎都是永共的 如果哪些反共的人吃在那里 一定是小心翼翼的 不能够轻翼的讲出他自己心里的话 皮尔不谈政治 只能谈吃货玩乐 因为你谈中国不好 可能马上你又会遭到群体工资 而且那里的特别是切尔汤 过去中国病毒工业以前 基本上是满街五星空气 街上挂的产息都是中国隔起 特别是街甲的 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的活动 中国式的五星空气到处都是 就免结而已 就切尔汤 就那个刷新鱼而已 一旦是过节日 一旦有什么活动 一定是满街五星空气 那这些人是不是真正拥护中国共产党呢 好大一部分是 他们真正的事 他们或许也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他们就觉得中国是他的祖宗 他们就没想到他是美国人 有一部分人或许是 因为中立万拿钱 请他们来打五星空气 这一部分是为了钱 但是实际上 他们从本质上支持了共产党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打五星空气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调共产物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唱共产党的歌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打共产党的标语 那都是颠覆美国 所以我说凡是切尔汤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切尔汤 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中国颠覆西方 颠覆国外的一个颠覆基地 在美国就是一个颠覆美国的基地 在其他国家是颠覆其他国家的基地 我说这个话是一点点不过 当然现在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今天形势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 现在的美国几乎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对手 为什么 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坑梦拐骗 耳音恶诈 挑不离间离间计 西方人不是对手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是对手 美国人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 美国人还是有一点契约精神 几乎还是说话算话 当然西方人也有不说话算话的人 但是总体说来西方人还是有契约的精神 那么他就会相信中国人说的是真的 中国人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是真的 是好奇的 所以他们不不加以思考就会接受中国人的洗脑 不仅所有全世界的其他堂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市内场 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基地 颠覆西方的基地 而且是跟西方人洗脑的一个最有利争的场所 因为那里都是中国人的思维 告诉西方人就是中国如何好 中国人如何好 中国文化怎么样好 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好 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现在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现在中国人都有钱了 他们听到的是这些 这就是跟西方人洗脑 所以说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不认识不了解 原因在所有的华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华人 不管他在西方的什么节省工作 他们都有一个前一次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洗脑西方人 就是我认识的中国人 我认识中国人不是说我认识某个人 就是我知道的中国人思维 是美国人西方人永远不知道的 所以西方世界一天天走回头路 就是我说的如果民主自由协政 在人类场合里面是一个稀奇事 是一个另类不是主流 因为民主自由协政人权像美国价值观这样 在人类场合里面仅仅只有这几十年 而且这几十年还在跟苏联斗争 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斗争 还不是完全是民主自由协政美国因素在主导 甚至有时候美国因素是完全在边约化 完全边约化 特别是现在的联合国 联合国可以说现在的世界主席 几乎美国理念完全被边约化 完全被共产党收买 为什么共产党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收买西方 收买美国或希望美国买下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厉害 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所有人的钱去办所谓的大事 就是他手下掌握着十个亿以上的钱 就是他想干什么都干什么 所以我说的要买一下美国 那么美国五十个州 一个州跟他一个亿 一个州长跟他一个亿 才五十个亿 五十个亿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不是个事 一点事都不是 何况中国共产党还在美国的洗钱公司 就是一千多家 在美国不拿而过就放美国人民的钱 美国人民的美元 就洗到中国共产党手里 你五十个亿算什么 五百个亿算什么 五千个亿算什么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买下美国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小国家更不在话下了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美国的影响力也是积极败退 现在美国的影响力几乎是等于你 美国的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什么 美国视而不见 美国有时候仅仅是谴责一下共产党而已 有时候仅仅是说制裁一下而已 共产党还怕你制裁吗 世界上的专制国家有哪个国家 美国的制裁起了作用 会把它制裁垮了 当然也有像前苏联 他跟美国对抗 他就被拖垮了 都不是被制裁垮了 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有几千万中国人在海外 为中国送回美元 他还怕你制裁吗 何况在西方好多万个家的洗钱公司 在洗手全世界的钱 所以中国人有钱去颠覆西方 买向美国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天方一谈 朋友们想一想就知道了 慢慢就知道了 尽管是中国人在西方 他是一个字都不懂 也不会讲任何国家的语言 他仅仅会颠覆西方 因为他用他的生活方式 就可以颠覆西方 他用他的生活习惯 就会颠覆西方 西方人怕了就走了 西方人如果听了就中毒了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已经改变 这个时代已经是二的时代 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控着十二个亿以上人的所有钱财 掌握着所有中国共产 掌握着所有中国人的这个生命 掌握着所有中国人的资源 共产党就用他的在西方 中撇起的美元 然后收买西方 用中国人用中国人的什么去收买西方 用中国人的钱去收买西方 用中国人的旅人的下体去收买西方 用中国人的爱去跌幅西方 中国人有一句话 近期年来非常的流行 这句话叫什么话 叫我是流氓我怕谁 就是现在中国的战狼外交 所谓的战狼外交 中国的战狼外交就是跟前年流行的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不仅在中国大陆流行 在海外的华人里边也流行 他就说他就是流氓 你把我干什么呢 你把我吃了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他要做 要干什么都可以 在西方也是 不仅在中国是 在西方也是 你想 中国人会不会把西方烂掉 中国人本身就是病毒 把西方烂掉是一点都不会过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再 不要再吸现在世界上形式的变化 因为民主只有限制人权 在人类场合里面仅仅是谈止于会间 谈止于会间都谈不上 因为人类在人类世界哈已经几万年 那么民主限制人权 有几天呢 没有几天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十年 而且简简单的几十年 还不是同一式的美国价值观 而且美国价值观 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说全世界要回到崇利法治也是正常 也是人类的恶的一方面 按照基督教精神人都是有罪的 那么人的罪的一方面才是人的本身的真实面貌 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 那是假的一方面 他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人是贪图利益 贪图便宜 贪图财物 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说现在人类要回到崇利法治也正常 也不是不可能 也不是有很大的不好 本身就是人类的本性 那么民主只有限制人权 但是要限制官员 限制政府 政府也是人组成的 哪个人愿意你限制他 我想没有任何人愿意你限制他 没有任何人喜欢你监督他 没有任何人愿意你盯住他 没有任何人愿意你盯住他 这世界上可能没有正常人 因为特别是政治家 他觉得他心里面他觉得他是皇帝 他说他是为大家服务 为人民服务 那是真实的吗 我想他不是他真实的面 因为他要讨好你 他要讨好你的回到什么东西 回到他的位置 回到他的切儿 回到他的这个 总统的位置 他要讨好你 如果你不会跟他这个位置的话 他一定不会讨好你 这是人的 所以现在人类回到重新回到重立法则 也不奇怪 不管人类走到什么道路 也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人类在和平时期哈 这几十年已经过滤了 想重新回到过去 也是好事 嗯 然后有机会重新回来 没有机会就不回来了 那人类就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自己把自己结束了 当然现在人类还是有点希望 就是去火星 去其他星球 好吧 今天晚上我也谈到这里了 呃 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们交流交流 希望朋友们订阅 传播我的youtube 订阅youtube有什么好处 订阅youtube 我发视频上来哈 很快你们就收到了 就有小铃铛 就告诉你 有新的视频发上来了 你第一时间 就会看到我的视频 嗯 关注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因为我是画家 我每天晚上都 我都要告诉朋友们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当然我也对华语圈的朋友们 喜欢中国画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我这旁边 有一张中国画 这是我画的花料 樱桃 我认为我画的樱桃 不要于我画的油画 不要于我画的创作 我觉得我的画是干净利润 明明白白 一点都不喊 像我在这里做视频一样 我说的都是真心画 我说的不是假 至少我说的是我看到的 是我想到的 因为很多 特别是中国人说的话 几乎都是假话 他们生活的假的当中 不管是媒体也好 自媒体也好 凡是华语圈 几乎都是一边一道的 说的是假话 说真话的是寥寥无几 不管他是什么媒体 是什么人 几乎说真话的是寥寥无几 就在全世界的世界平台 说假说真话的中国人 我仅仅我知道的只有几个人 而且几个人里面还要分 他是说的什么样的真话 真到什么程度 是百分之百真话还是一部分真话 那都是还是另一回事情 当然可以说那是水平问题 是认识问题 不可能美国人说的话都会一样 但是中国人说的话几乎都一样 他们全世界他觉得他是中国人 仅仅是我们在西方在美国 他就觉得他是中国人 他是不是说的是假话 明明你加入了美国籍 明明你在美国生活 明明你跟中国没有关系 他觉得他还是中国人 他说他出生在中国 你出生在中国 现在你在美国生活 美国是你的家 美国才是你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是你的家 所以中国人 跟其他国家人来到西方 是不一样的 其他国家人来到西方 你问他是哪里来 他一定说他是美国来 他一定不会说他是哪个国家来 哪个国家来 你问中国人 你说你是从哪里来 那是我从中国来 所以中国人他永远都不会融入西方 不会融入西方的原因 还有很危险很重要的原因 不管他中国人来到西方 来到几代人 来到几代人 他仍然是中国失误 为什么中国人的习惯是 老子带儿子 老子带儿子 一一带生子 主主带鞋子 这样一代一代的就是把他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爱好 那一面传递给了他的生子 一向传了几代人 主主传递跟儿子 是儿子传的跟生子 甚至是传的跟鞋子 传了几代人 所以中国人永远不会融入西方 中国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但是现在人类走到这一步 跟中国人的爱不可分开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 我们每天都见面 虽然我的圈子不大 但是我说的是真话 我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欢迎朋友们订阅传播我的YouTube 谢谢朋友们 See you tomorrow 明天晚上再见 或许每天都会再见 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朋友们可以仔细看看我这张中国画 是什么感觉 我可以把镜头拿近一点 朋友们看看我这张中国画 看到没有 虽然有一点反光能够看出来 那天我专门拍成一个谈艺术的情况就可以 哦 这样可以不反光 画面不反光 好 上个视频吧 今天晚上我们又到此为止 谢谢朋友们 我们今天开始吧 看看有什么事 我们在旅行的位置 好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内容 我们在这边 这边还有我们在那边 没有什么地方 我们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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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